你像我活着屠山一样活着 我现在完全没有过来 你若真出了什么事 我去哪儿再找不懂分别处 疼 你可知错 我去哪儿再找不懂 我错了 你为何瞒着大家舍命去取食 知自己安慰于不顾 若是我没有及时赶的 你让 你让这些等你回来的人怎么办 我错了 我不该拿命冒险 还有呢 还有 没有 你不应该舍弃自己的命去护灵源 人足于事上 时间本就短暂 你怎能随随便便舍弃数十年 灵源开始自毁 唯有命力才能护下灵源 你就这么在意他的灵源 我怎能让他毁掉让你伤心 那你也不该瞒着我 也是 我承认 我的做法欠妥 但我心甘情愿 冒险取食也好 舍命护灵源也罢 只要是能帮到你 做什么我都愿意 就算你不帮我 我也自有我的办法 你的办法 冒着被反噬的风险啊 守护屠山守护妖族 是我的职责 至于用什么方法 那不重要 你是屠山当家 这是你的职责 可你也是肉体繁胎 你也有血有肉 有心有感觉 你也会受伤 你也会怕冷怕热怕寂寞 你护了众人 谁来护你啊 这世界上 总该有个人 像你护着屠山一样护着你 天书封印了布胎的灵源 还有他与石宽的过往 待日后续元时 这份记忆 还会重新 苦青叔得到了情力的帆布 想必已经感知到他们二人 排除一切困难彼此相爱的心意 他们这也是未尽了缘分 有了天书的旨意 时候定还会再续 看来 人族跟妖族结缘 是要两个人真心相爱 在苦情术下 以法宝和妖力启示 亲口说出我原意 大唐家 你可还记得 公主当初在苦情术下所许的愿 公主一定不希望看到你 就此伤心颓废 一蹶不振下去 她如此真爱你 你可否替她 守护她的国家与子民 我 眼下除了你 谁还能替她守护余妖国 阿宽会永远守护公主的余妖国 既然如此 我提议 余妖国这三个字 首先就得改掉 人余妖相互平等 既不余妖 也不余人 是 大唐家 我和布泰 还有办法以另外一种行事相逢吗 你们既已结缘 苦情术一定会有她的安排 今后城中不再有妖奴 人和妖 具是北山的子民 公主妖帝 惭愧啊 城中一气蒙弟子本由徐毅统领 不想他居然被恶妖所控制 日后王泉山庄会管束城中的弟子 还请妖帝放心 想不到妖帝继任一事竟如此热闹啊 是因为城中还有另外一桩大事 今后 我们妖族 将会有自己的妖蒙 妖蒙 妖蒙 妖仙姐姐 你等等 你怎么能够想到我来的 你怎么都能够想到我去你 我都能够想到你 你的人家 你去点沸流泪 其他我都不在意 来不及欣赏我身边的你 哪怕就听着家落着流星 细心装满你的眼睛 杨欣姐姐 知道你不喜欢吃人族的吃食 这次试试看 好 如何 嗯 很香甜 没错吧 那小时候啊 跟爹娘逛集市 总会点上一份汤圆 有一次 我爹把钱袋弄丢了 我没吃上汤圆 我就一直哭 害得我爹被我娘骂了好久 你爹跟你娘感情一定很好 嗯 我爹啊他是吸管炎 特别怕我娘 但是只要涉及到我娘的安危 我爹啊可从来都不怕我 我爹啊有门 好早 你爹啊 我爹啊 我爹啊 有门啊 有门啊 很高端 海胖 好早 土豆 走啊 好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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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吵小蜻子了 好早 咱唐 婭姓姐姐 能够一下 来 老板 来一份 来 小栗子一份 好 你存心是我亦难听 你听风吹起动了心 你不是喜欢做屠杉小跟班吗 那你便继续做吧 我拒绝 首先我长大了 其次 我现在完全可以护你 第三 什么 这班吗 我与你倒是甚为班呗 得我寸进尺 等我一下 冬天的时候啊 我费了好大力气 存了一桶冰罐 就等着天气热的时候 拿出来解解暑呢 能不能在这儿 技术 我们能够好 我们在里面 赶紧 啊 女人 声音 声音 尧显弦弦 我来告诉你 斗宝血脉的秘密吧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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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练成了 我练成了 嗯 想当年 我娘亲都无法突破这第三床 没想到我居然练成了 许是这翠玉玲的药有奇效 又或者 你这次受伤刚好打通你的血门 不管是何原因 总之都值得庆祝一番 走 姚仙姐姐 你想吃什么 我都做给你吃 帮你满意 姚仙姐姐 你怎么了 可是王泉山庄来屠山 是为了找我 非管家确实提出 要将你接回王泉山庄 那你怎么说的 你该不会是同意他们了吧 你不想去 你怎么能够起来 谁 你怎么能够起来 你不想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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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乱去 你不想去 我会想去 1 2 2 4 岳初 拿活的 可恶 这小子居然下毒 这回知道人毒狡诈了吧 就不该对这小子手下留情 坏了 长老 我好像闻不到味道了 我也是 鼻子没秀却了 果然我娘自幼便是贪玩贪吃的性子 你娘的确天生乐观 就算遭遇变故 心胸毅然豁达 她还爱吹牛呢 我小时候啊 她经常吹嘘自己年幼时有多勤奋 你若如此舍不得 不如留在神火山中 这里也是你娘长大的地方 可我长大的地方 在屠山 是 杨仙姐姐 我们回屠山吧 她在屠山 在屠山上 秦仁凤竟然像土山的回妖传信 让其代为向妖尊求情 这么说来 土山中有实际的奸细啊 秦仁凤是怎么弄到我的毛发 施展梦魇之术的 还有前些时日在北山 杀害布太的妖族迟迟未能找出 那妖仙姐姐你有何打算 来了 来了 一个妻子也想让我替你说情 来吧 谢谢大家